六甲町一名還有小學同說 下課要回家的時尊 讓一名醫師喝酒酒的藍酒 由這個肚子大大落到站下去 讓這小學生連站都站不穩 請被團去旁路之後 是他們去很多家庭到旁遊真相似 希望健康可以馬上查明真相 將這名亂戰孩子的藍酒拿起來 小學生放了走路要回家 結果一名站在頭前 只要手提索家裸子穿地上 普遍上他的老伯 沒有待無事突然趕著倒下 讓十五小孩的身屋長大大來站下去 十五小孩又又疼又又怕 踩他一腳耶 很用力耶 對啊 還回頭看他 你看小朋友這樣跑掉了 小朋友是說他有嚇到 流浪漢攻擊我們小朋友 隔天來小朋友是表現正常是說 沒有什麼太痛苦 也身體還OK 那也趕快請家長帶去驗傷 那我們在警察局這邊也已經報案 到底是想這麼一向 健康調查檢視器的外面 也發現這名男主站完十五小孩以後 一個人也對著電火條黑白站 根據外面判斷 其實是附近一名常常喝酒的男主 該暴力行為 進結智器畫面之後 本所以掌握全程的那個犯罪行為的過程 本來也會積極地釐清該犯罪人的身份 然後將他逮捕過來 再看一次這款的外面 在路的近年 香港讓人從百度沾下去 贏品一普通網 網友除了大麻衣罐 也要警方趕緊 像現在黑白站 小孩的男人抓起來 大眾的新聞 林桂英 六港 蔡宏伯德 大眾新聞 林桂英 六港 蔡宏伯德 夥伯德 劍德 雅 雅